官夫找真愛,辣妹脫光,多一根 这名儿娜多姿的30岁秋姓女子 原先可是男儿生 还让新北市正名丧偶多年的 未姓痴情男子人才两师 他向苹果投诉 去年2月在聊天室认识这名女子 两人相谈圣欢 女子向他诉苦,希望能与他同居 后来两人去摩铁 竟发现女子有男生生子气 女子坦诚,吃荷尔蒙多时 很想变性 被爱重温头的痴情男 仍决定与他同居 但女子却仍与别人搞暧昧 两人常因此吵架 去年底,两人吵完 女子离开住屋处 他为挽回恋情 借钱让女子变性 住院期间 他还特地北上全心照顾他 后来还向女子求婚 你愿不愿意跟我结婚? 女子答应 但女子手术后 又继续上网和能搞暧昧 他听从朋友建议 要求女子签本票自保 3天前他要求对方还钱 不然你就把愿强制执行啊 痴情男因此心寒 所以才向苹果投诉 所以我今天会选择讲出来 我就是不希望说 他万一他哪一天又交了 哪一个男朋友 下一个男人 会有下一个男人受骗 苹果昨天直接前往秋姓女子 北市住家 秋姓女子干妹替他澄清 说两人交往期间 遭痴情男软禁 还被拿走所有钱 也不让他离开 才选择失联 痴情男者反驳 是女子先偷走他的钱 他想报警 女子才又继续交往 并无胁迫 动新闻 新北报导 新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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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